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赚了点钱 凑了点钱 那在以亚马逊为基础的这么一个赛道上面做到流水 有30多万美金 好的可能四五十万美金甚至60万美金 怎么着把一年下来的也有几百万美金的销售额了 怎么说在跨境电商赛道里面也算是一个很不错的起点 但做亚马逊的朋友都知道 做实验就跨境出国电商朋友都很知道 无论你是在做本地的商家还是做远长的商家 就是咱们说的中国卖家 以亚马逊为基础的这种渠道卖家 其实你的资金压力还是相当大的 因为亚马逊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FBA 用它自己的物流 那在这个基础上 你没办法用过多的这种空入空派去进行这种发货 直接发货 因为毕竟你需要的样子性流量 那包括补货 你像常规的淡季可能还好 旺季基本上是排期排半天的进不去 所以对于很多卖家来说 整个供应链其实在从2021年到今天 大家一直会讲的一个话题 但其实讲白了 供应链背后两个关键的点 第一是对整个延产销PLMS的整一个的 认知不完整 团队的能力不完整 甚至说自己的能力不完整 第二个事情就比较直白了 主要是没钱 主要是没钱 在没钱的这么一个情况下 你再多的理论 再多的方法 再多的能力都是一文钱压死英雄 英雄难过一文官 巧妇难为牡蜜催 那在这个时候 其实在行业里面 就会有大量的这样的融资的需求 而与此同时 无论是已经早期完成了第一波财富积累的 这些跨型店商的大卖家 巨卖家超巨卖家 还是说在行业里面 跨界行业里面 持币带投的这种投资机构 私募机构 或者是单纯是觉得跨境出口电商 有搞投的工厂老板 工业老板 甚至他没他没多少东西 他就想有点钱 他想投进去 他想要找些不错的项目投售 那其实这两者的需求 就一直都会在很明显的这种出口 那为什么今天会谈到这个话题 因为在最近这半年时间 类似的问题又找到了我们 而且不少的案例 是不塞董 深圳不塞董的鱼具项目 那他们在第一波的天使投资 应该不算天使投资 第一波融资 说安克拿着500万美金 就是我们的牵头的 那当然到今天 我都会拿来讲 对没错 那个就是我们牵头的 但类似的项目 在2020年 2021年 跨境出口电商 最疯狂的时候 我们停下来了 在那个时间点 有很多的朋友 无论是大卖家 私募机构 风投机构 或者是风 这个一般的这种跨界的资金 都想来说 在跨境出口的上 找项目 尤其是21年 这个这一波 20年到21年这一波中间 安克上市 很多人想投 早期的跨境地点商项目 投资的不多 几百万 两百万 三百万 要么一个人 要么两个人就可以把它包了 然后是团队呢 也不用大 三五个人 主要是能干 然后能赚钱 是吧 未来能够赚更多的钱 要么呢就是未来并到自己的 大集团里面去 要么呢就把它卖掉 像这个需求呢 在2021年 我们遇到非常多 然后我们一个都没有答应 我们全都拒绝了 就在2021年最疯狂 大家去找项目的时候 我们拒绝了 几乎所有大家 所知道的投资机构 风投 致命的风投 在我们这都吃 吃到了这个 我们叫闭门羹 里面所熟知的这个坚果 真葛 所有出来的 都曾经直接间接 跟我们有不接触 都被我们拒绝了 拒绝的原因非常简单 我们认为 在那个时间点 投跨性出口天商的 项目的朋友 可能对跨性出口天商的认知 或者是对这个项目的认知 或者是被投方 对这个项目的融资 其实是一种狂热状态 首先 两者之间是不对等的 信息不对等 价值不对等 对未来认知不对等 那在这不对等的情况下 它的这个投融资 能够最终成交的 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因为我们经历过2014年 2015年全民创业万周创新 那个疯狂阶段 我自己曾经就是那个参与者 也是受害者 对